我真的好想把这一切都告诉爸爸 可是我没有证据 而且 现在我们一家子人都住在爸爸这 万一他和奶奶都知道了 该怎么想我们呢 还有佳佳 佳佳该怎么办 林叔 爸 明天就要举行婚礼了 咱们还不回去休息呢 我想来看看妈 你妈她要知道 你要嫁给相声的话 她不是要的会多开心呢 虽然她现在不能说什么话 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她 真的很高兴 爸 我 我 你想 你 我 这 你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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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咱这儿子穿上西装啊 帅 那是 你儿子这辈子就穿那么一次 是啊 可惜啊 林叔的妈妈现在成了那个样子 你要给丈母娘敬茶都没机会了 林叔 你怎么来了 何阿姨 快进来 亲爱的 你来了 小春 我想跟你谈谈 好啊 那我们回屋里了 说什么事呢 还背着我 咱们不打招呼就来了呀 是不是刚分开就想我了呀 来 坐 你先看看老公这事 是不是很帅 有没有一种 玉树临风的感觉 实话跟你说 我这领结特别的勒得 勒得我喘不上气来了 有问题 有心事 说起听听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应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不应该闷闷不乐 你看啊 我向晨 马上就成为你的丈夫 而你 马上就成为我的老婆 那么如果老婆有心事的话 是不是应该跟丈夫分享一下呢 我帮你分担 向晨 我欠你的太多了 这辈子如果有机会 我一定加倍地不找你 如果这辈子没机会 我下辈子一定还你 不是 林叔我有点听不懂 什么这辈子下辈子呀 我们的婚礼 取消了 别闹了林叔 开玩笑的吧 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我还没从上段的婚姻 当中走出来 对不起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告诉我 林叔 我知道了 是不是有人危险你 陈月子 是不是蓝星说什么了 是我妈说什么了吗 林叔你告诉我说呀 不是 不是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原因 是我 对不起 林叔 陈月子 对不起 陈月子 陈月子 隆陈月子 好 他把蓝星了 你那我们想要赢了我 你都想要赢了我 你这是态度我的事 哪儿 你最好是 我们不去吗 他为什么不嫁给你 他说 他说他还没有做好心理的准备 他没做好准备 这还剩几天了 他说他没做好准备 他以为这次在玩过家家 不知道 不知道 不行 这事我一定要问清楚 妈你别去 你去不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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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求你吧 我求你行不行 可我要不问清楚 我这心里变得难受 林叔他 林叔他 可能被上一次婚姻给伤害怕了 我相信他有他的苦衷 妈 你也相信他好吗 这都折腾了一个月了 这婚他说不接就不接了 这不是折腾人吗 他要是不想嫁到咱们家来 他早说呀 我们只是推迟结婚 我愿意等他 你还要等他 妈 只要林叔不结婚 我愿意一直等下去 都这个时候 你还等他干嘛 你是不是认为 这个世界上除了林叔 就没有别的女人了 妈 妈 儿子对不如你 让您操心 世界上是有很多女人 但林叔只有一个 我相信 他受的伤害比我们更多 你这个傻孩子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替他说话 着两个月了 他也没想到 他就不接了 几个月了 你不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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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林书怎么回事啊 他妈嫁了我们邓家了 她也是我们邓家的女儿 这婚姻这么大的事 怎么说取消就取消啊 这情帖都发出去了 我们邓家以后还怎么出去见人 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吗 妈 我想林书他应该也是被以前那个男的 伤害得太厉害了 所以他现在很恐惧婚姻 可能过一阵子就会好一点 你先别急着生气嘛 他只想了自己的苦衷 没想到我们邓家的脸面 多少亲女朋友 生意上的伙伴 这情帖都发出去了 他想逃婚 怎么着 演电视剧啊 妈 他的心里应该也很难受的 难受 难受 难受也是他自己做的 人家何宇 不管怎么说 是咱们的供应商 生意商的伙伴 他把人家给骗了 你说 亲女朋友都打过电话了吗 好 昨天就已经让秘书去通知了 我想都应该通知到了 这下呀 可成了人们的笑话了 奶奶 爸 你们看我穿这件衣服 参加林叔的婚礼怎么样 衣服还挺漂亮 奶奶 你刚刚说什么笑话 什么笑话 说出来我都嫌丢人 你那姐林叔要推迟婚期 奶奶 你的意思是说 林叔他不想嫁给向诚哥了 是啊 我都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了 还头一回见到这种事情 居然还发生在咱们自己嫁人身上 那向诚哥哥怎么办 来 怎么了 谁又惹你生气了 林叔说要取消婚礼 取消婚礼 为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 林叔说要取消 我怎么会知道 难道他又不想嫁给向诚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是对不起 是我们自己家出了点状况 抱歉啊 不好意思 林叔 你会不会突然出现 喂 告诉我昨天的事情 这是一个白痴啊 说你确实是取消了 实在对不住了 不好意思啊 林叔 林 我过来看看你 陪你聊聊天 不 安心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跟你说点心 让我一个人尽情吧 谢谢 蓝星 坐 不了阿姨 我还是先回去吧 让向诚哥一个人静怀 你也别来着急啊 姐 晚上想吃什么 姐 你没事吧 我都不想吃这个 凌晨 姐没事 你忙你的去吧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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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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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知道了 为什么退出婚礼啊 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问我这个 你可真是爱操心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没那么爱操心 就是觉得奇怪 你跟向城感情那么好 怎么会毁婚呢 我不想跟你说 我还有事吗 我身体不舒服 我要回去了 好好好 有 还有事 我想告诉你 我很快就会成为阳光集团的总经理了 不管以前我们有什么恩怨 我希望你能够放一下偏见 咱们精神合作 好吗 好的 恭喜你 张总经理 是真心的 我觉得 最不希望我坐上这个位置的就是你 没有啊 你不是早就想当总经理了吗 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希望你能对得起这个志位 我不会拿我自己的前程开玩笑的 那就好 那就好 他们俩怎么在一起 张瑶 你在这儿干吗 你们聊 我回去了 她不是毁婚了吗 我过来看看她 怕她有情绪影响工作 真的是这样吗 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你不会觉得 她是因为我才毁婚的吧 你觉得你比向城哥更优秀吗 她怎么可能会因为你跟向城毁婚 在你心里的丈夫 就比你那向城哥差那么远吗 你开玩笑吗 我要回洋光了 你一起走吧 你去吧 我得去跟他谈一谈 跟林叔 嗯 你跟他谈什么呀 我当然得跟他谈了 林叔 不是我姐姐 向城是我从小长大的哥哥 我得去问清楚 他到底为什么要跟向城毁婚 可以理解 行 那你去问吧 我走了 来啦 蓝芯 有事吗 有事吗 林叔 你还好意思问我有事吗 你也是为了向城的事情来找我的 那你觉得我还有别的事情吗 林叔 你到底是为什么 我想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因为 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需要再考虑考虑 什么叫你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什么叫你还需要考虑 你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就是为了在最后时刻毁婚 你在他心口上插一把刀子吗 他还好吗 你觉得他会好吗 自己爱了这么久的人 马上就要成为自己新娘的人 没有任何理由就要离开自己 如果换作是你 你觉得你会好吗 替我跟他说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林叔 当初是你让我放弃向城哥 他在我心里面是最最重要的人 你知道吗 我把他让给你 我把他让给你 就好像是从我心里面割掉一块肉一样 可你就这么不要他了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是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在我心里面也是最最重要的人 你知道吗 那你到底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他 因为 因为 因为我真的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准备好 我 林叔 当初我放弃向城哥 就是因为我知道他跟你在一起更开心 更快乐 我以为你能够给他幸福 可是你看看 你自己看一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还没有准备好 那换做是我怎么样 换做是我跟他结婚 换做是我披上婚纱 换做是我跟他交换戒子 白头到老怎么样 喝下一个 林叔那么爱向城 绝不会轻易地伤害他 你 你不是去酒店了吗 酒店没什么事 我又回来了 谁又让你伤心了 外面风有点大 我眼睛里进了点沙子 挺难受的吧 那我先去洗洗 眼睛里进沙子 我看是为了向晨哭了吧 林叔和向晨没结婚 邓兰芯不会又开始惦记向晨了吧 向晨啊 要不我们干脆先别回家 先出去吃点东西吧 你看 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连水都没喝两口 我不想吃 没胃口 不吃饭怎么行呢 向晨啊 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跟那个林叔来往了 他跟咱们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也不要再想着他了 他都这样对你了 如果你还惦记他啊 那就自己犯贱 他曾经把我们家的人当猴爽嘛 行了 妈 你有完没完啊 能让我静一静 妈可以不说 可是多少人在看着呢 婚房买了 婚礼准备了 亲戚朋友也通知到了 可他林叔一句话这婚就不结了 你知道多少人在看咱们家的笑话吗 现在还不知道背后再怎么说我们呢 反正 你以后别再为难林叔了 我难为他 我怕他以后难为我呢 我怕他以后难为我呢 相辰 妈是为你好 好 相辰 何阿姨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说林姐到底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啊她为什么要回婚 哎 林姐来了 哎 林姐来了 姐 姐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现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在说你毁婚的事 就是 突然不想结婚了 不想结婚了 啊 她们都说 说你是因为被前夫伤害了 然后 现在对男人有心理障碍了 是不是啊 姐 你别听那么瞎说 我觉得啊 你一个人带着家家挺好的 有的人啊 就在下班 随便他们这么说 我不在乎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尊敬的各位董事 尊敬的各位酒店同仁 大家好 现在我宣布张阳总经理就职仪式正式开始 来 让我们以热的掌声 有请张总经理上台致辞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同事 大家好 此时此刻我站在这儿 心里没有 没有激动 也没有喜悦 而是诚惶诚恐 我感觉如履过冰 因为在我之前 邓明觉先生 在这个职位上 表现出他惊人的能力 因此我感觉 压力巨大 但是 我会把这巨大的压力 转换成动力 我会努力向邓明觉先生学习 把阳光发展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 谢谢你们 以后工作还需 谢谢 谢谢 你好啊 你好啊 你知道吗 刚才发演那个 就职那个张阳 说我儿子 你真有福气啊 是吗 她媳妇啊 就是这个阳光酒店的老总 很好 行 你们慢用啊 你们俩喝喝呢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都是酒店的同事 张总高升 我当然要来祝贺了 林叔 现在的阳光是张阳说了算 你如果还想在这儿待 你老实点 学聪明点 懂吗 好啊 我会学着聪明的 今天这场面真奇怪 值了 好啊 妈没想到 妈做梦都没有想到 我儿子 成了这么大酒店的总经理 才刚刚开始而已嘛 这个你拿着 这什么呀 这里面有二十万块钱 你拿着用吧 不不不 张阳 妈不要 这钱太多了 妈用不着这么多钱呢 妈 我知道你用不着 你用多少是多少 用不了你留着 你哭了大半被子了 该想想福了 儿子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让你过苦日子 咱们会越来越好的 越来越好 我知道 我儿子最有本事了 我儿子 刚才妈在你的就职典礼上 看到林叔了 她本来就是公司的人 妈还是有点担心怕她影响你 要不咱想个法子赶快把它弄走吧 妈 你就别操心了 你就吃好 睡好 把身体养好了 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妈心里还是有点怕呀 你想想 你虽然是这个大酒店的总经理 但是说到底你还是给人家打工 欢迎让邓家的人知道了你和林书的关系 那可了不得 我知道嘛 放心吧 有我呢 楼下还有很多人 咱们下去吧 来 来 收好啊 好 你们两个副总呢 多帮助一下张阳 有什么事情呢 都能够委屈 好吧 张阳 东西啊 谢谢 谢谢 你帮妈妈聊 谢谢 谢谢 好好 来 张阳 来 坐 坐 你们两个去哪儿了 我妈怕我担任不起这么大的重任 所以一直盯着我 让我好好工作 对对对 我跟她说呀 奶奶特别喜欢她 也特别信任她 所以让她努力好好干 张阳这孩子 我看好她 谢谢 谢谢奶奶 张阳啊 你要更加地努力 做的呀 一定要比你岳父更好 奶奶 我一定会努力的 还有啊 工作会工作 培养下一代的事啊 你得抓紧 要再过一段时间 还没有动静的话 我这个当奶奶的 可就不高兴了啊 嗯 我知道了 奶奶 我一定 一定 对了 奶奶 我想一会儿去看看爸爸 你看今天全家人都来了 就他一个人没来 他一个人在别墅里 肯定特别孤单 我想去看看他 你看这孩子 多孝顺 是是是 让我说呀 孤孤单单那是他自找的 他就是中了李清的邪了 奶奶 爸其实也估计就这一阵吧 过几天可能就好了 他要是真能想通啊 就好了 那我就阿弥陀佛了 来来来 喝新鲜的果汁啊 邓总 这些让我来就好了 没说啊 怎么还叫我邓总呢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来 爸 给你妈喝喝看果汁 她还是喜欢喝的啊 来 拿着喝 李叔啊 最近有没有跟相晨见面啊 别挂爸多嘴 我现在看你这个样子 真的是有点担心 爸 您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的 好 来 爸 爸 来了 妈 你怎么样 好点了没 不要点啊 妈 怎么了 妈 妈这是怎么了 怎么每次看到你 都好像有点害怕 都怪我 平常陪妈的时间太少了 妈 我以后一定多抽时间来陪你 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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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认得出我吗 妈我是蓝鑫 李琴 蓝鑫来看你了 邓总 哎 饭准备好了 好好好 我马上就过来 走吧 陪你一块去吃饭 来 师傅 一会儿再喝 好 拿着拿着拿着 好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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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咋回家 来 妈咋回家 爸 我来吧 我快吃饭 不用了 还是我喂你妈吃 我喂她吃 她吃得比较多一点 爸 我真没想到 你还能这么耐心细致地照顾一个人 张杨 如果有一天我病了 你会像我爸一样 这么耐心地照顾我吗 会的 我会像爸好好学习的 其实说实在的 真的 这世上啊 不管是父母还是儿女 都只能陪你走一段 能够从头陪到尾的 还是福气了 来 李琴 来 不玩了 来 这边 张杨 酒店的工作怎么样 挺顺利的 好 以后我们阳光酒店 就是由你来管理了 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酒店 盈利不是第一 信誉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 不管任何的钱 每一分 它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的 也都一定要清晰 好吗 林叔啊 张杨呢 来我们酒店时间也不够长 所以以后在工作上面 我希望你能够多帮帮他 行 好 谢谢啊 林叔 来 再进去 对了 张杨 快捷酒店的工程 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你得要多费点心 不管怎么说 我们酒店还是投资了很多钱进去的 不可以打马虎言 还有那些长期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建材供货商 他们的款项也都不要拖欠他们 放心吧 爸 我知道了 怎么了 不想吃吗 妈 吃完饭出来散散步 是不是挺舒服的 有点凉吧 来 妈 你坐这 坐这 我回去给你拿点衣服啊 等我 妈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没人陪你啊 遇到张杨多危险啊 看什么呀 你这叫自作自受 想着发着害我 把自己害成这样 活该 害得我还升职了 你说你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听得懂就好了 你说你要看到我生职 得多生气啊 是吧 你真傻了 张杨 你跟妈在聊天呢 你怎么把她一个人搁这儿啊 多危险啊 不用你管 谢谢你啊 好好当你的总经理吧 好好当你的总经理吧 你怎么还不走 妈 妈 你找什么呢 今天看到爸爸 这么照顾妈妈的样子啊 说实话 我还真的有点羡慕你 张杨 你真的应该跟爸爸好好学学 我一直都跟爸学着呢呀 你看 放心吧 以后我也会好好照顾你的 不用羡慕爸啊 好啊 那就看你以后怎么表现 好 对了 奶奶又 催咱们要孩子了 你说我都是总经理了 到现在没个孩子 怎么跟奶奶交代啊 要不 人工受孕是吧 行 那我就陪你试试 真的 你答应了啊 你答应了啊